你好 赵老师 我听你的课其实很久 原来一直在关注那个香柏集团 然后这一阵就是有一阵失联了 这一阵又接上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我有一个 因为我是带领的 我是一个牧者 然后我这边有好几个小组 但是我就是有一个 在牧养当中有一个 哎呀就是很沉重 因为十年了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压抑的东西 就是我带领姊妹非常好 但是我弟兄带不了 一家一家的进来之后 弟兄先开始都挺火热的 然后后面就一个一个的 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神也非常祝福这些弟兄们 也就都发财了 有钱了 但是不到上帝跟前 然后没有人带领弟兄 我就特别痛苦在这边上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论 就是我好像带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姊妹 我带领不了弟兄 但是我一直在扶持我们家的弟兄 因为我们全家都信主 然后在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的母亲呀姐姐这些 我们都在就是也都是信主的 但是就是他没有生命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一直陪着他走 走到现今的地步的时候 就是感觉他 我也一直在说 我说你不行 你听一下赵老师的课 他说还没到时候 我说那你要是 那我只能是把你讲给我的 再讲给他听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 我非常有受益 因为我原来走偏了一段时间 就是我很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跪下祷告 然后我就会进到灵恩派 然后就觉得我要听上帝的话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就觉得弟兄会远离我们 就觉得我们很神道 然后我又 我听完你的课之后 我又拉回来把大家全部拉回来 我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家庭 我们需要去帮助我们的弟兄 就是我自己心里老有一个劲 我怎么就 就是我我好像因为是 我是个是个女的 然后我就不能 因为人家也是家庭 但是那个弟兄 我又真的带不了 就是我现在那么多的弟兄 那么多的家庭 但是我看弟兄不回归 我心里特别痛苦 然后我就觉得人为言轻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我一个很痛苦 一个很很大的一个石头压在心里头的 好 我明白了 第一呢 我这个我要祝福福福心减肥 奉耶稣的名 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 而且也挪弃你心中的石头 有一天呢 你的弟兄欣喜 如你心里边所祈求的那样 神成就你心中所羡慕的一切的美善 有一天呢 你跟先生一起来做工 有一天呢 你所服侍的人群里头 弟兄欣喜 弟兄带头 是吧 能够了来服侍更多的人 不仅服侍姐妹 也服侍弟兄 因为你是个好姐妹 这个看得出来 你这个你为神 是发热心的 这个是吧 然后呢 而且呢 我觉得特别感恩 就是你突破自己 也能你可能受灵恩的影响 这个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我从来没有否定灵恩 我一直讲的 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 在生命上活出 然后要竭力追求 圣灵所赐的恩高 是吧 我们并不否定 圣灵的恩高 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 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是吧 同时呢 这个要在生命上活出 生命上活出 就不要把我们搞得神神道道的 信仰不要神秘化 不要碎片化 不要私人化 是吧 我们要把无形的恩典 变成有形的恩惠 是吧 神给了我们旧恩 特殊的恩典 神还给了我们很多的好处 包括圣灵 你在追求圣灵的时候 神给你很多的好处 但是这些好处不光是自己的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把这些好处 这个在公共领域里边 这个让他做光作严 活出来 活出基督来 所以不是只是在自己得好处 得了无形的恩典 要把它变成有形的恩惠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新教文明 就是在这里头 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我一直讲 教文并没有发现发明星的神学 是吧 他讲的都是奥古斯丁讲过的 是吧 阿奎拉讲过的 是吧 这个殉道的教父们讲过的 甚至马丁路德讲过的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 他要求他的信徒 跟随他的人 你们要把他活出来 要把他找到一个方式 把他做到 是吧 就好像你现在要带领 你自己的特别 得到很多主的恩典 灵里边也特别的 特别的充满 是吧 但是回过头来了 你要让弟兄 也跟你一样 是吧 这个也得到这个好处 然后让更多的弟兄 也得到 是吧 那这你就得动脑子了 所以你就不然光给他们讲 讲这个 讲圣经 或者讲你的那些话 对他们来说 就感觉是土匪的黑话一样 因为他们听不懂 是吧 那你得 你就得学习 所以你在这 我在学习的 你就学了很多社会学 社会经济学 社会 形式 怎么回事 很可能 你先生在跟你讨论话题的时候 就发现 哎呦 我的姐妹先生很懂 跟你讨论的时候 你能够给他 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还能够给他很多智慧的回馈 那他就愿意跟你聊了 就觉得你不是神神叨叨 你光是一个神棍 是吧 在他眼里 他这种说法一定是不对的 可是他不懂不信主的人 他就难免 觉得你们都说的是黑话 我听不懂 是吧 然后你们都是神神叨叨的神棍 那不 那我们就做什么人 就像什么人 我们跟谁在一起呢 我们先做他 是吧 先跟他在一起 是吧 所以你现在学习这些东西 回过头来 呦 他可能发现你不一样 你没有给我讲那些神神叨叨的话 是吧 也没有 你就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理性 是吧 讲的都是真知识 而且你很有智慧 很有见识 其实属灵的人是有智慧的 你也是有智慧的 但是你要 你要变成他能听懂的话 其实我坦塞的讲 我们家姐妹 以前我们家姐妹呢 其实他有先知性的恩高 坦塞的讲 他有先知性的恩高 但是他经常一张嘴 就是上帝跟我说 上帝跟我说 我说你这一说就麻烦了 人家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你说上帝跟你说的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听着 是吧 我们不听也不行啊 上帝跟你说 那怎么反驳你呢 我你千万别这么说 以后你就改一改 用社会 用大家都能听到这种的话 你上 就是我有一个感动 或者我有一个想法 大家看看怎么样 你这么说 大家就能接你的话题了 以至他现在呢 就是慢慢的 其实我们知道职场里头 也是要先知性的 这种恩高的 但是职场的先知性的恩高 可以说跟教会很不一样 就是首先你要去掉 那些神秘的东西 那些 就是你要用公共语言 跟大家来诉说 同时你也要懂得别人的话 懂得别人的处境 懂得别人的状况 以至你能够服侍别人 所以我们知道 当你有一个恩赐 哪怕是先知性的恩赐 当你有得到了一份特殊的恩典 神给你的 神经常给你做梦 给你说话 是吧 但是你要真的能够服侍到别人 知道这个需要十年之久 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你得把这份恩赐 这份恩典就像一把刀一样 你得把它磨得锋利 你自能够用 不是说有一把刀就能用的 是吧 你得把它磨得锋利 而且知道这把刀怎么使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把刀 用起来 所以光有一把刀不行的 对吧 你还得把它磨锋利了 还得知道怎么用它 那么这才行了 以至你能够在整个团队里头 你就用上你这一份了 回过头来 你跟你先生也是一样 是吧 你能够服侍到他 能够帮助到他 那么这个可能呢 就是你得学习更多的东西 你先得跟他对齐 你不能老抱怨他不追求主 这个那个的 你回过头来 你要敬重他 知道他的辛苦 他的不容易 他在忙碌 他在这个他也是为家庭 为这个是吧 为整个家好 是吧 然后你得理解他 你得学习他的东西 慢慢一直的 他发现跟你有了更多的共同言 发现你很可爱 发现你很有智慧 慢慢一点点 哎呦 你说不是我有智慧 是我后面的那位神有智慧 你要追求的话 你会你会更多的 这个你比我还有智慧 他可能就一步一步走进来了 是吧 所以姐妹 这个你的生命在突破 是吧 这个我并没有说 这个圣灵的恩膏不好 但是我们在那个神神叨叨的里头 就不好 就神神叨叨是打个引号的 并不是我们真的神神叨叨 其实我们里面很单纯 我们很好 但是在别人不理解的 你的人不就觉得你神神叨叨的吗 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一样走向别人 耶稣你看 这个哪地方有人 他就走向这个走向人群 到人群中去 而且呢 看顾他们的需要 是吧 这个 然后最后呢 这个把天国的道 讲给他们听 所以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 而不是光在道里头还不行 道还得成肉身 是吧 然后再带领更多的人肉身成道 是吧 所以祝福姐妹 这个你现在就已经在一个生命的突破的路上 我相信将来了 你今天的辛苦 今天的努力 今天的追求 有一天你也会收获的 感谢周 谢谢赵老师 感谢周